欢迎收看12月23日星期五的港股连线 今早大市是低开82点 现在处于21505点水平 跌幅有扩大的迹象 应该是跟外围相关 因为欧美和亚洲股市大家都在一起跌 除了巴黎Cat指数微升之外 港股继续在假期前的后市走势是怎样呢 我们跟海富政院研究部投资策略师Bob徐满江先生谈谈 Bob 早晨 你好 方家前大市真是没什么了道 你怎样分析 其实自从11月初 我形成了一个长方形的横行区 上高是23000 下低是21950 穿了900就已经确定了 在近日 穿了就跌穿了横行区 开始就有个胆变事 很明显在向下 反复在向下 但就比较慢一点 但问题是 问题是底下在哪里呢 其实暂时就在21450 那个250天线的 但是你说那里是否有个强力一点的支持呢 因为已经跌了这么多天了 已经开始看到严重超卖了 在超卖之下 应该有个比较显著的反弹 相信有机会会上到22000 之前有21950至22000 阻力那里应该也不小 因为那个横行区 之前是大横行区的底部 短期内有个比较反弹 我觉得反弹是应该有的 但反弹幅度也不会高 不过 也就是几百点货币 大概 也想问一下 大市就这样分析 有没有板块 过来新年都还会是比较看好的呢 是 板块方面 其实最近见到 市这样的成交 不薄药 就每天的反弹下跌 其实没有什么好结果 全部板块都 是 是 没错 但问题是 看回上年来说 有什么的板块会比较厉害 会比较大 今年第一季或者第二季 可以看回的 就是一些原材料的股份 也说回 都是其中会见到 有些子业股 会比较 你看到它的股份 是从错误到现在 都是正在上的 因为始终 都是受到能源 就是废纸 运输成本 推上去的 令到全部都在上票 因为之前也都是 产能准合 淘汰了一些产能 之后呢 就变成现在 新供应量有限了 所以这方面呢 持续都是受惠的 所以始终是看好的 其中是九龙子业 因为是最大的龙头股 变成了 比较优善地考虑一下 豆子 虽然它持续 由年头升到四周年尾 差不多 但是之前其实在九月做过一个位置 11月又回到六元边 但是最近 你想想市场 它都可以 能够顶得住七元 可以见得 其实那个 力度是相当大 我觉得它会有机会 在第二季 持续都是 自己股价 会再继续向上 好 波华 你有没有持有九子 没有的 我没有 好 谢谢你详细的分析 这里预祝你 圣诞快乐新年进步 多谢阿波 是这样 好 我们今天 这一节节目 都是16年可能最后一节 因为下个星期 会因为一些节目的累积 以及一些硬件的更新 我们会稍为休息一个星期 我们会1月3日 准时约定大家 再和大家见面 做这个港股连线 在这里预祝大家 圣诞快乐新年进步 多谢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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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